连出家门都是一道坎 这是王先生的独居困境 常年洗肾 慢性病缠身 双眼已经几乎失明了 走路必须要扶着轮椅的把手来前进 他非常害怕出家门 因为室内室外的地面有将近30公分的落差 此季志工得知之后 赶紧失作了无障碍破道 志工合力清除屋前的杂草 整理出干净空间 接着开始失作 无障碍破道 用电钻将地打平 铺砖 搅拌水泥 刘春万是泥座师傅 发挥专业 带头施工 五十三岁独居的王先生曾经小中风 慢性病缠身 定期洗肾 眼睛几乎看不见 走路必须扶着轮椅 比较有高低起伏的问题 然后就要搬运这样 施工过程遇到下雨 增加困难度 但大家尽心尽力 冒雨完成 比较方便 比较损残 蛮感激的 还有人这样子关怀 这份关怀 工资难以计价 王先生投下的零钱 启动善循环的那一刻 就是对志工付出的最大肯定 大爱新闻张国端 杨俊廷 台中报道 杨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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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俊廷